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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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儿 不行 你这儿我待不了 太危险了 我走 你慌什么 小美死了对不对 贡君就没有活口 没有活口 一时半会儿就找不到咱这儿来了 对不对 也是啊 有道理 那也不行 这儿也太危险了 赶快跟一号跟猪铁联系 看接下来怎么办 也是啊 那我们从后山中 为了安全提起 走 我说江主任呢 你能不能不来回走啊 你这走得我都想吐了我呢 我说半仙 嗯 这地儿真 真 真的吗安全 我说江主任 你像我这样啊 稳稳地坐在这儿 没人怀疑你啊 没人怀疑你 这王八蛋还不过来 急死我了 我说江主任呢 我知道你以前是个主任 以前说少女说惯了 没想到有今天吗 落到这副田地 得听别人使唤 习惯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我说王八仙 嗯 你就是个王八仙你知道吗 是 我告诉你 国君一日在 老子就还是这重庆站的办公室主任 听见没有 是江主 坐下 哎 我看这地儿也没那么安全 我到那边隐蔽下来 你跟这儿先盯着 是 坐去 哎 别动 敢动一下 在你脑门上刻刻死字 鬼变去 嘿嘿嘿 我可告诉你 一号对你很不满意 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让你去坐右 结果你小子让人家小美去替你死 你居然还跟没事人一样 哼 我就知道这事的有诈 所以才让小美去蹚蹚路子 这话你跟一号说的 才能找你啊 去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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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这老小子 能给我一个什么解释 哎 对了 本家 姜呢 保自为之 去吃 太香了 我多少日子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别光顾着吃 说的情况怎么样 还说呢 那天你让我去码头街头 我就觉得这事儿悬 我多了一心眼 让小美去探了探路 怎么样 让人给弄死了吧 幸亏我没去呀 我要是去了 坐在你身边的就是个冤魂 那天是老A 临时通知我们去拿情报 来那个请天亮 后面又出来干嘛有疑 把局面给搅乱了 那到底谁是老A呀 我琢磨着 芭城是麻友 他不相信请天亮 但他又把措失良机 管他谁是老A呀 反正他藏得越深 对咱们越有好处 对吧 一浩 半仙说了 三一庙那点儿 暂时不能用了 我看这样吧 明天我安排你到二号马上去攻 打探那边情况 朱迪 你连一赶到三一秒去 帮着范馨把所有的设备和武器 全部转离走 起用备用点 在哪儿啊 范馨指的 还让我去呀 越是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 李钥匙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些 什么都没送 走 哎 新来的吧 以前没见过你呢 嗯 新来的 叫什么呀 是长江 长江 你跟这儿干多久啊 我民国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哎 咱这不管谁来 总得要扫地的吧 咱们有这身的力气 就饿不着 那是 行啊 您是老人我先来的 以后多照顾点 照顾您 你知道规矩吗 啊 规矩 来来来来 什么规矩 规矩 规矩就是 规矩就是 规矩就是规矩 哎哈哈哎 哎 出儿别客气出出出 行了 以后 多包含了点就行 包含 一定包含 哎 跟这儿上班挺危险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你一个扫地的 有什么危险 你不知道 刚才我上班来的时候 门口地上一滩血 哎 现在工人们不容易 扛点东西弄不好 就被砸着 啊 不是状了 我才你跟这儿死人了 死的是个女的 两个共产党干部 还拿枪互相指着呢 内哄 一看就是内哄 就可惜啊 都没开枪 哎 这就是开个枪了 就精彩了 真的假的 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真的呢 我亲眼看见他 我就住在这码头 你看这 哎 子弹 壳 没打的叫子弹 可过的子弹壳 第二天哪 好几个警察 会在找东西 我工我这儿 就是找这玩意儿 哎 你说要是不给点奖励 不能把他们给 不能 跟你们这上班太危险 混口饭吃难呀 怕什么呀 知道这码头谁的地界吗 谁呀 千里不用柴和米 万里不用点灯药 刨哥 你还江湖中人哪 那是 哎我告诉你啊 国民党实习朝天门 就咱刨哥的地界 这货这船 来往的商贩行人店铺买家 没有咱剁把子 能玩的转 就是老蒋在的时候 也得给咱一份面子 是吧 别看现在共产党叫的混 没用 现官不如现官 有事还得听咱爷们儿的 太对了 那老哥您怎么称呼 我姓王 质字号六排 什么六排七排 咱刨哥有规矩 排行人不能有二 那是官二爷 咱不能冒犯 不能有四 那是三国时期的四弟赵子龙 不能有八和九 这是杨家将的八姐跟九妹 另外你记住了 不能有七 这七是随藏的罗程 这小蛋两不仗 刨哥就有规矩说 只要是叛徒 咱都叫气派 哎呀 刨哥真是有学呢 来来来 好好好 来 有活吗 有 点上 有 别闹了 别闹了 只要他们俩没事 我们才能止息了 天下一号兄弟 咱们教会儿 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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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来 师傅 来 师傅 你怎么来了 一号让我通知你 晚上八点 寿警路十九号 没别人盯上吧 没有 放心吧 一号 什么指示 马友谊在找秦天亮 看来秦天亮现在是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 来了 秦科长 你怎么回来了 我问你 马友谊来不明 我问你 马友谊来不明 请离开门 你的手枪呢 快 快跑 到我了 马友谊底花 怎么样 好 走 对 得多 么 你如果能不能不明 组长 接到外面的通知 我立刻赶来了 坐 部队正在协助公安局经营搜捕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护士 离合家里被人扭了手雷 报告 进来 组长 医生说马友谊的枪上感染了 现在正在发烧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可以问话吗 医生说可以说话 但是时间不能过长 说话 离合 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吧 离合 李河姑娘 看看 伤着没有啊 没有 家里长成那个样 你昨天晚上是在哪儿睡的 交代所啊 这里晚上 这个坏蛋 太可恨了 进来 李河啊 来来来 坐 没有受伤吧 没有 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给我说说 昨天晚上 我正在家呢 秦队长突然就回来了 我们还没说两句呢 突然有人就把门给踹开了 秦队长就拉着我 从窗口跳下去了 结果家里就爆炸了 住院同志 我还有一个申请 说吧 你要跟秦天亮结婚 对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 以前 就一直是我和封王单线联系 那个时候我就崇拜他 进城了以后 秦队长的夫人和孩子 全都牺牲了 组织上也让我照顾他 关心他 周恩同志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心里 秦队长是一个大英雄 他是革命的功臣 昨天晚上他还救了我的命 所以我想好了 我一定要嫁给他 嫁给这样的人 我觉得光荣 正在我说 我没有想到你 你不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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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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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报告收回去吧 为什么 我和秦科长可是符合结婚条件的 现在是非常适气 有许多事情还没搞清楚 秦科长不可能有问题 我相信他 就算组织不同意 我也要和他结婚 进来 李河同志 今儿晚上你有空吗 没空 怎么了 李河 不高兴啊 老权 李河别再来找我了 我心里边已经有人了 有人了 谁呀 这你管不着 回去吧 这是风雷的大案资料 国防部的熟人刚刚转过来呢 从这当然上看呢 风雷没什么问题 在大陆时一直是教官 撤退到台北以后 才参加的情报工作 底子还算干净 你让郑彤到我这儿来一下 好 报告 请进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司令准备用风雷了 这回我们在香港也有联络站 我以为是什么好消息呢 当然是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你和我都不用去香港了 人家消息了脑袋 想往香港跑 你倒好 除非 咱们俩一起去 可是现在看 这又是不可能的 这又是不可能的 报告 进来 司令 这是要入党的电文 郑主任已经签字了 哦 还有一件事儿 司令亲指示 是 是一件 办公办私的事 我听说你 对珠宝很懂行啊 谈不上懂行 司令您是知道的 原来我们家是做珠宝生意的 我准备派你去香港 风雷是你介绍的 郑主任对他考察过 我在国防部的朋友也帮我调查过 人可靠 到了香港以后 你和他在业务上 做一个对接 再把我家的珠宝代谢到香港 还成美元 我行吗 合适 电报业务你懂 我派别人去没用啊 珠宝上你是内行 别人又骗不了你 要利用 你和风雷的关系 让他身兼两职 记住 先恭候死 感谢司令的信任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要出门啊 是你爸让汪澜啊 去香港帮着变卖的 你爸呀就好这一口 咱们这个家呀就快拜完了 这不把一些有用的都交给汪澜了 就剩下这些不值钱的了 汪澜要去香港 是你爸安排的 说是在香港搞了个情报站 让他去交接 顺便把这些东西啊变个线 我爸真是糊涂 怎么能让汪澜去香港呢 你爸自有安排 孩子佳佳的你别要偿谎 路上多注意安全 走吧 晚了赶不上船了 一路顺风 爸 你这么相信汪澜 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说你们爷儿俩就别吵了 有话慢慢说 爸 在这个基地上 人人都在想着自己的退路 有谁会为你卖命 只有我 只有我愿意永远地和你站在一起 小颖啊 你的心我知道 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基地里 人人都可能是危险分子 可汪澜 小颖啊 你爸说得对 那个汪澜 是你爸看着长大的 看着长大的 我不就是没有汪澜的证据吗 但就凭我的直觉 他一定是共产党 凭你的直觉 你今天觉着这个是共产党 我把他抓起来了 明天又觉着那个是共产党 我再把他抓起来 那基地不就乱套了吗 我一定会给你拿到证据的 小颖 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儿啊 那不 顾司令你真的知道吗 你相信 那用不用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呢 不用不用不用 只要司令知道就行 一会儿让人撞你麻烦可就大了 走吧 把我帮我去 老师 没想到你是自己人 在南军市 我是以一个电讯教研的身份 迁到敌人内部的 当时组织让我折服 一直到香港才把我接呼 成为基地香港到大陆交通线上的一位 做正事吧 我现在急需你们的密码了 新的密码我没有 新的密码是老鹰 按照德国的方式编买的 只有他一个人找到密码了 最近重庆的电台不呼叫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的人有消息吗 你说他们好像有大动作 我该走了 不怕不说他来人 一会儿要开会 老师 这是郭贤章的珠宝 麻烦你把他卖了 他要美金 他要钱干什么 他抽了烟 手脱紧得很 这也是国防部的人 你知道吗 把他安排在基地 就是因为国防部的人不相信他 那我走了 这不是英组长吗 这次从哪儿来啊 从台北回来了 有新任务 谈不上新任务 还是天下一号 顾司令 我给你介绍个人 进来 顾 顾司令好 国防部三厅上上上校参谋 张锦山 国防部三厅啊 那可是大衙门 请问到岛上有何功干呢 上级配给我的副官 顾司令 我们天下一号特别行动小组的级别提高 现在直接归国防部领导 我就在这岛上办公 我们是两套班子 各行其事 你负责潜伏工作 我负责天下一号 电讯 财务 情报设备 还有技术人员 都要仰仗老兄了 有什么问题 我会让我的副官张锦山 直接找你请示的 解冒局长 怎么样 佣长官 这么安排还满意吗 还不错 这才体现出来上下对天下一号行动的关心嘛 对对对 长官 这是装备天下一号特别行动小组 人员和设备的清单 请您签字过目 以后这种事找我副官就行了 经费不是问题 等收复了大陆 那才是丰功伟绩 对对对 长官说得对 好 那应长官 我先告辞了 组长 这台 台打好了 咱们就可以开开罗唱唱戏了 当然 不仅要唱 而且要唱大戏 我听说那姓顾的对电台已经不放心了 她在香港建立一个自己的情报站 这小岛上一定有她没洗干净的人 不过没关系啊 她洗不干净 咱们帮她洗 是 先先宣素素清真名 再再唱大戏 也不准备这个 好 可不妙 您 香港情报站怎么样了 汪蓝汇报说基本就绪 随时可以用 这个老鹰 是要另立门户 到时候肯定还要用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手也紧张啊 如果我把傅德方派给他 你看怎么样 小傅 小傅业务没问题 就是这儿简单了 不懂政治 汪蓝你很器重 也很成熟 可他不能走啊 他是咱们基地电报组的顶梁柱啊 姓固的在香港弄电台 这可是大忌 谁知道他们背着上司捣什么鬼啊 族 族 族长 那 那咱 咱们怎么办 把从台北带回来的监听设备装上 对飞出岛外的一切频率 试试监听 咱们要是这么做了 那顾 顾显张知道了 不 不好吧 他怎么可能知道 除非他的人有事 一旦他的人有事 一旦他的人有事 我们不还怕他吗 族 族长江鸣 咱们现在也是归国 国防部直接管 管理监 监督他们 那 那是咱们的任务啊 他人家里有事 他人家里有事 不认识 他人家里有事 他人家里有事 占山 他人家里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